喜欢上兄弟的女儿 潜伏在他家超市上班 今天跟他提点过分的要求 赶紧把衣服脱了吧 我脱完了 你有病了 这么长时间你不难受吗 我挺难受的 你看你那衣服都整湿了 没事 感冒了吧 都咳嗽了都 没事 我这我半句 没啥事 你换着穿上 先放点吧 你换哪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 你跟这换哪 也行 我没有意见 哎呀我不想换我肚子疼 不是那你肚子疼 你去卫生间换呗 你既能解决肚子的问题 衣服还换了 你是不是直胆了大哥 啊啊啊 那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嗯 副事长 可以给你 干啥呀 你不肚子疼吗 来亲亲了吗 我跟你说啊 你看我在那宿舍 这儿停下还是有 我那肚子疼是因为我衣服湿了 肚子凉着了 你啥时候来的亲亲啊 你跟我说呀 那几天我收敛点 你啥我来收敛点 你说啥呢 就我这个研究局之外收敛点 我来注意 别让你生气 到时候那个啥活都让我干 你少干点 行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你以后每天活都会让你干 不是你留着吧 你赶紧摆回去 你俩操着啥呢 操着拔火 在后边都挺去了 干啥呀 不是那个我 哎没事吧 就是吧 一个顾客东西落这了 我说让我留着 顾客东西能留下吗 我怎么到你嘛 赶紧给你找一找去 啊 行 行行行 行啊 现在呼你爸越来越溜了 一会儿你爸要问你 穿我衣服你咋变 那又不是我衣服 是为了 谁洗衣的穿你衣服 啊 行行行 你看 现在我衣服也湿了 你把衣服还我 你真烦人 你就